意大利波坦渣周围的自然美景 意大利波坦渣拥有丰富的自然美景 以其多样化的景观和令人惊叹的景色吸引着游客 从连绵起伏的山丘和清脆的山谷到雄伟的山脉和原始的河流 波坦渣周围的地区为自然爱好者和探险家提供了一幅风景如画的画布 让我们深入探究使波坦渣成为那些寻求宁静和令人敬畏的景色的人的天堂的自然奇观 亚平宁山脉波坦渣坐落在横跨意大利半岛的亚平宁山脉脚下 这些雄伟的山峰为这座城市提供了令人惊叹的背景 并提供了许多户外活动的机会 徒步爱好者可以走上蜿蜒穿过森林 草地和山口的风景优美的小径 在每一个转弯处都可以欣赏到全景 亚平宁山脉在寒冷的月份也提供了攀岩 登山甚至冬季运动的绝佳地点 波利诺国家公园 波利诺国家公园位于波坦渣附近 是自然爱好者的天堂 作为意大利最大的国家公园之一 波利诺拥有一个多样化的生态系统 包括山脉 森林 河流和洞穴 徒步旅行者可以探索其标记清晰的小径 这些小径通向令人叹为观止的景色和隐藏的瀑布 该公园也是各种动植物的家园 包括稀有植物 猛禽和难以捉摸的亚平宁朗 自然爱好者可以观鸟 观赏野生动物 也可以简单地沉浸在这片未受破坏的荒野的宁静中 和三头河谷 伯森托河优雅地蜿蜒穿过波坦渣周围的山谷 增加了该地区的自然美景 河谷的特点是 郁郁葱葱的绿色景观 点缀着葡萄园 橄榄林和风景如画的村庄 游客可以沿着河岸悠闲地散步 享受宁静的氛围 欣赏周围山丘在水中的稻影 而三头河谷也是一个受欢迎的钓鱼和皮划挺胜地 游客可以以积极和森林齐静的方式与自然环境接触 格拉西亚森林 格拉西亚森林位于波坦渣附近 是一片广阔的林地 吸引游客探索其迷人的小径 这片古老的森林以高耸的树木为特色 包括山毛菊 橡树和栗树 在头顶上形成了茂密的树冠 穿过森林 你可以看到大自然最纯净的眉 阳光透过树叶 鸟鸣声舒缓 格拉西亚森林是一个宁静的休养地 提供了一个从城市生活的喧嚣中解脱出来的机会 Picerno湖 提谢尔诺湖位于波坦渣省 是一组风景如画的小湖泊 坐落在连绵起伏的山丘中 这些宁静的水体被郁郁葱葱的植被所包围 营造出宁静田园的氛围 湖泊为野餐 悠闲散步和观鸟提供了完美的环境 因为它们吸引了各种水禽和其他鸟类 游客还可以租用平滑艇或滑桨船 以自己的节奏探索湖泊 沉浸在该地区的宁静氛围和自然美景中 总之 意大利波坦渣是通往自然美景世界的门户 从雄伟的亚平宁山脉到宁静的河谷和迷人的湖泊 波坦渣周围的地区提供了各种各样的景观 会让游客感到敬畏 无论是徒步登山 探索原始森林 还是简单地沐浴在乡村的宁静中 Potenza的自然美景一定会激励和振兴所有感于拥抱它的人 Potenza的自然美景